大爷一看您这形象这么棒 嘿 一看您这个好 一看您这形象真真真棒 真地道 您坐您坐 您坐您坐 嘿 大爷您这这店 这会儿店是您开的 不是不是 这个房子开的 哎呦 您这也是帮我看看 没事 待着 就是在那儿 哎呦 您那个真 一看您这个性格就开了 大爷您平时您喜欢听相声吗 喜欢听 您都喜欢听谁的相声 谁能听 看您这听 嗯 这帮爷爷老来 头两天还来的 王一波 哦 那儿吃饭了老 王谁 这大图表那个叫我那老头王有 哦 老来这儿吃饭来 对 还有这个刘谁 头两天这儿有事都过来了 哎呦 那您 您都见着吗 老来他们 那您跟他们合影了吗 有 有 有跟马子迅合的 这儿跟他们合影了 这儿也没弄啊 就有跟马子迅合的网友 那郭子刚来过这儿吗 郭子刚没来过 哦 那这儿 哦 在这里头吃饭 对 就是王一波来得多 哦 那东西就在这儿 他老来啊 爱吃这儿的口炖牛肉 哦 爱吃这儿的炖牛肉 对 这是私家饭果 哦 私家饭果 对 那一般人进不去吧 不对外 哦 不对外 哎呦 俗人找不俗人 俗人 那大爷我们要说这儿您 我们能进去吗 能 能 那可以 那今天我们来队了 改天我们再尝尝 没事 那来这儿吃饭还得脱关系 不是脱关系 就是怕没有桌 哦 就三桌 就三桌 哦 就三桌啊 对 就是私家饭 哎呦 得提前预约 那都处于这儿精炖牛肉 就牛肉丸子什么杂菜 回面那点多 得精炖点菜 哦 那这这地儿还挺贵的吧 不贵 那每个人平行消费得多少钱 六七十块钱 六七十块钱也就 那还真不贵 好 我还也不是当老子 过来 好 刚开始听您这么一说 我以为一人得花六七百呢 七十块钱 六七十块钱 六七十块钱 最多超过去 你看那个比如说上点虾仁 上点海鲜 一百块钱也就 一个人 哎呦 那真是经济实惠啊 看来这个 这王农坡挺会挑地的 不是 他那几个眼睛老来 都没事都没事 就好吃这口 也属于是经济便宜又实惠 不是 他一上这边主持节目 谁有婚礼干 那没事他不跟人家吃得过来 是 那这还真是不错 而且这个环境也好 对 那您这房装修得不错呀 开小饭馆 没点瞎什么味 这是您的饭馆 我弟弟 哦嗨 那我们这找着本主啊 哈哈哈哈 找着本主啊 好 我以为您这是卖那个什么呢 就是这种园子那块 不是 他就摆着玩的 哦 这都不卖的 就摆着玩的 对 摆着玩的 哎呦 这里都真地道 对 这里都真是 真地道 是吧 别别别大爷 我们下次下次 谢谢您 谢谢您 你看咱北京大爷真是热情 给您点赞 下次过来 好嘞 好 谢谢您大爷 没事没事 正好呢遇到了 应该是老板娘 哦 毛月波老来这吃了 老房子来吃饭了 一看您跟他就特别熟 谁呀 您啊 不是跟谁 毛月波 这是老来 是下次他来我们也来 我们就是想跟他合作饮 那你们跟他有联系吗 原来见过几次面 就说你跟他联系方式有吗 没有 那就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到时候再说吧 我们这哥们在这 他来是不是 能知道是吧 上去12号那天来的 是 是 那真棒 您这环境也好 一看真是有特色 一看这家饭馆啊 非常的隐蔽 您从表面一看呢 以为是的 卖这种啊 卖花的卖馆的呢 但是呢 它是一个隐藏的饭馆 您看这写着呢 胡同文化 这个两个字我认识容易 环境非常的好 而且这儿的老板们啊 为人也热情